台北股市的量能从9月份开始就持续萎缩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强调 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逐渐消除之后 如果台股的成交量仍然维持到700到800亿元的位置 那么金管会就会提出必要措施提振股市 美等媒体开口 对于台股走势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率先表态 直呼意外 上周受到国际乱流影响 台股成交量萎缩 才刚放话 这星期量能渴望回温 大盘走势却不给面子 受到雅鼓影响 台股表现不尽理想 面对立委执询 曾主委以及财政部长张盛和 两人面有难色 不过谈到外资调降目标指数 是不是代表着对于台股信心减弱 曾主委强调 只是个案 整体表现还算乐观 台股面与9000点保卫战 曾明宗信心喊话 强调强调 强调绝对会有基本面行情 至于如何刺激股市 主委预告近期会密切观察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 9月底将再度出手振兴股市 就是要让股民安心 福日生成绩委台北报道